2020年的春天 上海受到疫情影响 也波及到周边 但是整个长三角一带的高铁建设 却是比较显著的 目前北岩江高铁 引入南岩江沉济铁路的关键工程 以及昌景黄高铁安徽段的建设 宣济高铁马鞍山长江工铁大桥 杭温高铁永家段 一大批的在建铁路项目 都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 5月21号早晨 呼吁容岩江高铁上海至南京至河肥段 简称北岩江高铁 引入南岩江沉济铁路 泰仓地区的同步实施工程 倒叉连续梁交筑完成 这个工程就把南岩江和本岩江 连在一起了 那其实从上海来讲 目前往南京已经有很好的通道了 就好几条线了 将来的话呢 又是好几条线 所以南京和上海的联系 会因为这些高铁而更加的紧密 当然整个长三角 长江沿线的这些城市带 城市将会更好地与上海紧密地联系起来 那其实目前来讲 在昌景黄高铁来讲 已经到了铺轨的阶段 而这个长江工铁大桥 马鞍山长江工铁大桥 现在的建设也是非常棒的 进入到塔深的施工阶段 5月20号 大桥主桥的Z4号墩 顺利交住城台第一层混凝土 这个马鞍山本来就有长江大桥 现在又来一个是因为朝马沉寂铁路 而建设的这个长江大桥 所以这个在长江的马鞍山段 居然有两座大桥 你说将来这个交通会更加的方便吧 大桥主桥的马鞍山段